接下來方針老師要解解第八題 這個題目它說 甲地到乙地有三個單向道可以走 乙地到甲地有四條單向道可以走 單行道 那甲地跟乙地總共有十一條道路 也就是說這個七條之外應該還有四條次 其他的是雙向道 四條就是雙向道 現在問你說某人從甲到乙 從甲到乙來回走不同的路線 問你說甲到乙然後乙到甲 再回到甲 再回到甲 來回走不同的路線 問你說這樣總共有幾種不同的走法 好那甲要先到乙 所以甲到乙它有幾種選擇呢 它如果走單行道的話 根本不會影響乙 因為乙能夠走的就只有 往回來的單行道跟雙向道 所以它走單行道跟走雙向道 對乙是有影響的 如果甲走單行道 那乙是不會影響到 如果甲走雙向道 那乙就會少一個可以選擇 因為來回要走不同的路線 所以從乙回來的時候 就會少一個選擇 好所以從甲開始走的時候 如果走單向道的話 有三個選擇 其中選擇一個 那不管你選哪一個 乙要回來的時候 這八條路線都可以走 乙到甲的四條單行道 還有四條雙向道 所以總共八個選擇 三八二是四 好那如果甲走雙向道 那一開始它走某一個雙向道 那等一下乙要回來的時候 這條就不能選了 所以這條不能選 是因為這邊有三個選擇 還有四個單向道可以選 所以有七個 這樣加起來是二十八 所以乘起來是二十八 兩個加起來是五十二 所以不搭就是五十二 OK